SST 和 GST 哪一个比较好? 消费及服务税 SST 在今年3月起 就会从6%调账至8%了 针对这个政策有不少声浪是反对的 而且也是越来越强 不仅有经济学家电影政府推执上涨 SST 更有商家希望政府重新启动 GST 取代 SST 针对 SST 跟 GST 你们又支持哪一个呢? 今天的60秒我们就来和大家分析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 SST SST 简单来说就是单项税制 针对特定完成品制造商或者是特定的服务业而已 简单来说就是针对某些行业需要缴纳 SST 不过本周五的挑战 SST 的税率 不包括了食品、饮食、电信等服务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 GST 了 简单来说就是多层次税制 大部分的商家、行业都必须承报与缴付 简单来说就是从制造商到用户每一层都必须缴付的税制 通过这两者分析有学者发现 GST 的透明度比 SST 来得高 SST 的税务在我国今年的调整下将会从6%挑战至8% 而 GST 在过去全国只有6% 的制度 由本地经济学博士指出 消费者支出在推动我国生产总值 GDP 增长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调高 SST 也会削弱消费者的信心 可能会面对经济前景的问题 而在商家的角度方面 SST 的调账也会造成成本采购上调账2% 导致最终的价格也会增长 那针对 SST 跟 GST 两者不同的政策 国家的收益也会有所不同 对于你们,你们又更支持哪一个呢?